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童童 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是U系列的示意间 我把我买来的衣服 全部都挂在了这个屏风上面 感觉有一点像在摆地摊 这一季的U系列 我在网上看lookbook的时候 好像他们已经前率激穷到 只能在颜色上面有些变化 衣服的版型设计 感觉也是为了改变而做出改变 就像是明天作品就要交了 前一天晚上还在那边临时爆火角 把以前的作品都拿出来 然后再改一改 除了这条散裙 是今年新加入的单品以外 别的款式感觉都是找去年的款 然后稍微改几个可可爱的颜色 就拿出来卖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美国线下只有纽约两家店 有上新U系列 我这次去店里逛的时候 看到那些U系列摆在那里 我其实有点震惊 这质量是认真的吗 它用的材料质感 然后摸上去的手感 和我看lookbook的时候 差别太大了 到底是它这季真的质量变差了 还是我最近买ZARA买得太香了 那些U系列很多单品摆在货架上 我根本就没有购买欲 我就在店里看来看去摸来摸去 精挑戏选了几件 我觉得还是很可以的 因为covid所以不能在店里试穿 我拿回家试穿以后发现 有些有惊喜 但是有些还真的是挺雷的 接下来就让我一一上身试穿 给你们分享一些 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单品 同时我也要吐槽吐槽 给你们排排雷 芭芭草 我会按照我自己的喜好程度来排序 那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我第一喜欢的这件不用多说 我已经穿在了身上 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芒果黄 或者是黄桃黄 或者是鸭蛋黄的颜色 这个黄色因为里面有带点橘调 所以黄皮穿的时候也不会衬的肤色太黄 反而还是挺显白的一个颜色 同款的这件开衫呢 我还买了一个抹茶绿色的 它今年的开衫 去年春夏的时候就有一件版型差不多的 我拿给你们看一下 是有一点带绿调的米灰色 今年的开衫和去年的开衫相比的版型 稍稍有一点不一样 首先是它肩线和领口的大小 去年这个款的肩线是在背后的位置 所以从正面看你是看不到肩线的 它的领口是开的稍微比较窄的 所以就会有一种不透气的感觉 然后在下摆的地方 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开叉 纽扣是像这样子的戴帽琥珀色 我还挺喜欢这个纽扣的 它整个看上去就比较的法式优雅 而今年的肩线是坐在了这个肩头上 而且今年的款下摆就没有小开叉了 这样反而能更方便的塞进我们的牛仔裤里 然后领口也是稍微开大了一点 就更有透气的感觉 材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变化 扭扣全部都做成了统一的色调 然后颜色也是这种绿绿黄黄 比较活泼可爱的颜色 可能是去年开衫卖的太好了 今年它又做了好多不同的颜色 我还挺喜欢它今年出的这两个颜色的 一个抹茶绿一个芒果黄 这个抹茶绿我一看到它 我就感觉哇好像一个抹茶冰淇淋呀 而且它扭扣和衣服颜色统一的这种设计呢 就让这件衣服更加的简约大气 这件开衫的长度是到我们胯上面一点的位置 算是一个比较短款的开衫 同时也能加长腿的比例 所以这个开衫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的单品 这个开衫平时直接穿搭配一个白色牛仔裤就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我觉得搭配蓝色的牛仔裤更好看 而且要是这种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蓝色 会显得更加的复古 这件开衫因为它的颜色版型 还有它的舒适度都很不错 所以它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第二名呢我想搬给这件翠绿的衬衫 这件衬衫的颜色也是他们这一季非常特别的一个草绿色 我感觉有点像螳螂柳叶绿 放在那边特别的乍眼一眼看到就是它 这件衬衫也是这一季有系列特别热门的一个单品 我只买到了medium size 所以穿上身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大 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好看我要抢我要抢 但是我一摸到它我就震惊了 这什么材质啊这也太薄了吧 这轻飘飘的材质就跟一个咸菜一样 好在它虽然薄吧 但是它上身以后那个挺阔度还是在的 它还是一件挺容易皱的衬衫 如果皱皱巴巴的就感觉没有那么咸好 但是你每次运好它 然后穿上身走一走走两步它又皱了你就会很闹心 这件衬衫的胸口是有两个口袋的 但这口袋也是非常非常的薄 它穿在大衣或者西装里面露出一点点 领口的颜色还有袖口的颜色就非常的好看 可以做那种撞色的搭配 所以它因为这个面料的关系排名第二 第三名我想办法给这一件灰色 然后有一点透明感的衬衫 这件衬衫的面料有一点像是蚊帐的那种纱 但它肯定比蚊帐的密度啊 支数肯定要高 这件衬衫真的是挺透的 它穿在身上舒舒服服的也软软的 而且也不太容易皱 我觉得夏天当外套来增加层次感 或者春天拿来做蝶穿都很合适 春天的时候我觉得单穿一件薄薄透气的衬衫 外面再加一个毛衣的小背心也非常的可爱 而且它是一个条纹的薄纱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比蠢色的更加有趣一点吧 接下来第四名呢 颁发给这个豆沙色的西装套装 这个西装我也是看lookbook的时候 又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 我要买一套 然后我一去店里一摸 我靠这好薄啊 什么垃圾 要不是我喜欢这个颜色我才不买 这件西装我专门买的是medium size 因为我想要它稍微扩型一点 有点oversize的感觉 不然会显得太像正装太正式了 它的面料其实还挺神奇的 它不是那种很容易皱的面料 它被压在袋子的最底下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居然一个褶都没有 这是它的一个加分项 看它扣分就扣分在它的这个领子啊 或者是像这个口袋 看着就像那种菜市场可以买到的西装 我觉得它不值这个价 虽然它穿在身上确实是还挺好看的吧 但有可能是我身材比较好的 去年又系列春夏之间大伙的白西装 就要比今年的这个西装质感好很多 你们看它这个对比 这个领子就设计的非常的小 很死板 而且它的这个材质也是非常轻薄的 这个领子显得很没有质感 而像这个去年的这个款呢 它的领子也是比较大 比较有分量感的 还有这条同样是豆沙色的西裤呢 它的料子也是非常非常的薄 我是以为我冬天的衣服穿惯了 然后摸这种春天的可能就是会觉得有落差 觉得它太薄了 但是我同样摸了摸我别的春天穿的西裤 那它们都很有垂坠感 很顺滑的感觉啊 为什么它就看着那么廉价呢 这套裤子的后半部分是这种松紧带的 还挺好的 挺贴心的吧 就可以根据你腰的粗细来调节 而且它还有这两根绳子 然后也可以根据腰的大小来调节 但就是它这个面料吧 不太对劲 总让我感觉像是在菜市场买的衣服 但它穿上吧 确实还挺好看的 第五名是这件散裙 这是它们今年的一个新的款式 还有这个米色 然后还有一个卡其色 还有一个黑色 首先那个黑色还挺容易沾毛沾灰的 比较难打理 我挺纠结买哪个颜色的 我看了看去选不好 我就还是买了这个米白色的吧 但它米白色里面呢 又带一点灰绿调 颜色特别像去年春夏之间开山的颜色 这个裙子在店里居然最小码只有2号 然后我买回来一穿果然太大了 这个裙子的面料也是比较容易皱的 你如果坐在那边站起来 这边还是会有很多的折子 所以也是一件挺闹心的面料 它这个裙子我很喜欢的点是 它前面有两个口袋 然后屁股后面也缝了一个口袋 它的腰部的设计 比较像是一件西装裤 然后你还可以系皮带什么的 就会显得很干脸 然后它这条裙子的长度 是到我脚踝上面一点点的位置 就露出我脚踝最细的部分 所以还是挺显瘦的 觉得特别适合离型身材的女生 因为它的面料比较硬挺 所以它的散状的型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这条裙子和风衣一起搭配 还挺合适的 可以露出一点点裙摆的下缘 比较有一个层次感 你们看它差不多有散开角度的 是从这边开始 这一截上面看起来像是一个西装裤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散开来的裙子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显得你腿部比例更短 而且会感觉腰臀比也不好 但是这只是我自己感觉 有些人可能会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不一定 每年的UT 感觉都是要来两件的 今年出了两个非常可爱的颜色 一个小紫 然后一个小豆沙 T恤我买的是medium size 穿上刚刚好 可以和我的肩线 这个质量和我买到的这些的质量比起来 这个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面料很厚实 而且非常的柔软 这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就喜欢什么颜色就去买 这也就15块钱 而且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直接拿了叠穿也很好看 让我穿上给你们看 就像这样两件一起穿 然后领口和袖口 可以露出一点里面衣服的颜色 这样穿可以让T恤 显得更有趣一点 UT有那么多颜色可以选择 所以就可以两两搭配 这样子撞色 OK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雷瓶吐槽单元 第一件我想吐槽的是紫色的卫衣 这个卫衣你摆在那看 哎呀就是一个平平淡淡 普普通通 可可爱爱颜色的小卫衣 对吧 但是你一穿上身 哇塞 你的公二头肌练的比谁都好 我的整个手臂就显得非常的壮硕 而且相比去年秋冬的卫衣 这件卫衣的材质就没有那么的软 因为我发现去年的卫衣 它的肩线是一个落肩的款式 而今年这个卫衣呢 它是合我们肩线 所以你手臂这个线条 就会显得异常的壮硕 这个版型好奇怪啊 我不相信有人能穿的好看 这个卫衣直接可以拔草了 千万不要买 然后我在店里有很多我没有买 是因为他们的料子实在是太差了 比如说那些裤子 我稍微看了看 面料都非常的不扎实 都轻飘飘很薄很薄 然后那个背心也是一个雷啊 我的天啊 那是什么刷锅的丝瓜 然后面料啊 太粗糙了 本来以为是像那种毛线背心一样 那种软软毛绒绒软软的 结果摸起来都扎熟 买回去刷锅 我都会嫌它把我的手摸坏 还有今年很热门的这个风衣啊 我在店里看了以后 我觉得和去年的款式 基本没什么区别啊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毫无差别 面料呢也非常的一般 真的是没有必要买 我感觉优衣库 有一些常规款的风衣 看起来反而更加好一点 还有男款里面 这个我本来以为 会是卫衣面料的开衫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想给我男朋友买 但是我在店里看到食物以后 我真的是无语 还有它泛着一种微微的光泽感 那个光泽感真的廉价的不行 男款的卫衣 我本来也想买一个紫色 然后可以当做情侣衫来穿 但是那个紫色和女款的紫色 非常不一样 那个紫色有一点荧光感 就完全不是一个色调 这次店里面的货呢 也都不是很全 比如我种草的这件Polo衫 还有这个卫裤 我都想买的 但是都没有看到有货 还有它男款卫衣的这个缝线 我也是醉了 它的品控做的也太差了吧 我真心觉得大家如果想买这次的U系列的话 可以等它打折的时候再入手 以以往的经验来讲 U系列一般都会在一个月以后开始打折 反正现在这个天气也穿不到 买了也是放在那 不如就等等 等它打折了再买 就还省点钱 OK以上就是这期视频我想分享的所有内容啦 我想知道买了U系列的同学有没有踩到什么雷 或者你们有发现什么比较惊喜的单品 请你们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 哦对最后我想说以上的视频都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我吐槽了哪件你们非常喜欢的单品的话 我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个对不起 那肯定是我自己的原因 我自己穿着不好看 是我不好看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 就请你们帮我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 还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告诉我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